哈囉 大家好 我是樂樂小姐 今天我要帶我的流量密碼 出現到我的頻道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主要就是會來帶大家玩雞 玩雞龍 這位雞龍在地人的我 我知道最近因為今年城市博覽會的關係 超級多人來雞龍的 然後我覺得有些朋友呢 他會去雞龍一些 大家都會去的地方 但是我自己雞龍的 我也會覺得有一些 也蠻特別的地方 我蠻想帶大家去 然後有些是我去過 有些是我沒有去過 我都會收入在這一季裡面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 我們這次雞龍的行程的話 就記得繼續看下去喔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 先幫我訂閱 分享以及開啟 我們小鈴鐺還有追蹤我的IG喔 我們要走的景點就是 百年防空洞 大家知道雞龍啊 因為以前戰爭時代 雞龍港就是 數一數二的作戰地區 所以在基隆其實非常多的砲台 跟非常多的防空洞 基隆的防空洞應該是 台灣本島第一名 多的吧 他在一個小巷弄裡面 欸 看到了 在那邊 欸 其實還滿好找耶 很近耶 就在T樓街旁邊 找到了 完全沒有花時間在找 我們來看一下 百年防空洞 那好像是那時候去馬祖走那個 欸 可是他這個超低的耶 哈哈哈 他真的爆炸低的 好低喔 你看 又是防空洞啊 不是 你這麼高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欸 妳好空喔 對我們這個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壓迫感 完全沒有壓迫感 我覺得身高超過160的人 來這邊 他一定就要這樣子 要這樣子走 小綠來可能就會撞到 卡住 欸 剛剛好耶 我覺得這個防空洞還滿酷的耶 但真的是要白天來耶 對 這個景點你一定要白天來 你晚上來就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的害羞 因為他就是燈紅酒綠 磨砂 如果穿的拉一點就會被問 對 就會被問價格 好吧 好吧 我們去下一個景點啦 接下來這個景點 是在基隆火車站旁邊 因為基隆是一個 新舊礁癖的城市 然後我們往左邊走 左邊左邊 好 我們到了 哈哈 好棒喔 這是基隆的舊天橋 你不覺得 拍照很有基隆的復古感嗎 對 路這兩個人的標籤 嗯 到底這什麼地方 怎麼怪景點 這可以上一個景點 問他說前面都去拿來 我也不知道 因為基隆蓋了新火車站之後 他的舊火車站 其實還有一直在保留 那我們就是要去看我們的舊火車站 那我覺得這兩個等一下去了之後 應該會想要打人 想說啊這不就是月台 到底是有什麼好看的 可是我們看的是我們基隆人的回憶啊 我必要來 傳說真的 基隆第一月台 他說我們會想打 舊的月台拆掉之後 他就是保留一個 第一月台以前原本的扛棒在這邊 然後他也可以講這麼多廢話 親愛的我們到了 傻眼 傻眼我自己也有點傻眼耶 你懂吧 這就是我們基隆人的回憶 我們現在要怎麼用牌照 怎麼用牌照 前一台車再看 我也不知道 來到基隆 我們就是一定要去 基隆地標 但是這個是要開車才有辦法去的 然後我小時候來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超級酷的 所以我帶你們看他的 要怎麼上去 真的很酷 他要一直 繞 一直繞 一直繞 我們跟老子的別人 結果他居然在市中打爆眼 好耶 我們現在要來 基隆燈塔啦 基隆燈塔我覺得是一個滿可惜 就是我覺得市政府都沒有在行銷他 所以說他的路口其實你不知道 你會很難找 就算你知道了 你會覺得 這是什麼地方啊 就要走一個很像山路的地方上來 他就走一點點路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基隆燈塔真的是超漂亮的 如果你沒有特別去查詢 或者是沒有特別有人介紹 很多人來基隆 都會不知道原來基隆有燈塔 我們的基隆燈塔 他們剛剛說 之前在基隆港口那邊看 都不知道原來基隆港這麼大 就一來這邊看 你看滿滿的都是貨櫃 就萬海啊 航運的 航運會長 不是沒有道理 雖然已經跌回來了 誒遊客直步耶 蛤 4公鐘 我記得他之前這邊有一個那個大喇叭 我們可以這樣拍照 結果拆掉了 結果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個很早的景點不是 員工旅遊 就是休息 要不然就整修 會好鬧 我會這樣 我們走走走 我們現在來到仙洞岩 這個也是我小時候有印象 我爸媽有帶我來過 但是長大後就沒什麼印象 這裡感覺就是 在洞裡面的寺廟 奇蹟有滿多在洞裡的寺廟 好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 這些很多以前的人亂嗑 大家來這種地方 拜託不要這樣好不好 此洞最多的 你看它有一個小小的洞 哇 酷喔 好涼喔 好窄喔 超窄的啦 這樣滴下來了吧 讓我頭被卡住了 我在幹嘛 這真的過去嗎 有 我真的要走過去嗎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要走過去嗎 我超會歪他 欸 又還沒到這樣子了 我走過去嗎 走過去那邊是什麼啊 要走回來耶 哈哈哈 呵呵 呵呵 哈哈哈哈 我腳恰 把他打扎你喔 mayonnaise 是不是卡住了是不是 這是什麼 這麼緩慢 哈哈哈 哈哈哈 而且 翔玉你的肩膊感不好耶 呵呵呵 我還是這樣 你厲害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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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er 我出來了 我幫你頭會卡住 頭會卡住啦 你現在下來 你現在想下來 剛剛是段時間禁止 剛剛是段時間禁止 你坐在那邊燒什麼過去的啊 這個點怎麼樣 你剛剛超好笑 我沒有想到 它這裡面除了很多神仙之外 它有那麼小的縫縫可以走 我覺得蠻好玩的 那我不懂 那以前為什麼做那麼小的洞 為什麼要這樣 那不是坐的吧 天然的 天然的 對啊 好吧 那我們來完仙洞岩 它旁邊還有一個點叫做佛手洞 我們去看佛手吧 佛手洞在仙洞岩旁邊 50公尺而已 哇佛手洞 指標都蠻清楚的 走吧 我們去佛手洞 好像來探險喔 都是這種小小的 我們下一個景點 要來到我們的 佛手洞 我們的佛手 在哪在哪看一下 哇好涼喔 它真的是很隱藏的地方 它這個是基隆天然的山洞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它旁邊都有那種一格一格的 其實這以前在作戰的時候也被拿來做為軍事用地 你看它這個上面都這樣一個洞一個洞應該是當初很像做什麼卡榫的 應該吧 如果說你知道這個佛手洞以前的歷史故事的話請在下面留言啦 因為它這個洞跟嘎納洞不一樣的地方是 嘎納洞 石壁有很多佛主神仙的吊科 這個洞是都沒有 然後它的壁上就是都會有那種很整齊一格一格的 這裡這裡 這邊它有一個手印 而且它還是左手 左撇子 它是左 這是左手 你看這個就是它的小母哥 五名子 這樣它很像比賽 對啊 對 這樣它比這樣OK 它這樣 它是比這樣 OK OK嗎 我們又出來了 不用曬太陽 重見光明 這是一個不用曬太陽的行程 對 你也還蠻涼爽的 對啊 而且我覺得蠻好玩的 我覺得是那個仙洞眼比較好玩 佛手洞就是走一走看一看 我不會覺得是好玩好不好 我覺得 它真的是有身材限制 有身材限制 小綠看在那邊 超好笑 我一直在你後面 然後看你屁股 高的可以 但是寬的就不行 對 仙洞我覺得這點不錯 我覺得蠻值得一來的 又可以拜拜寶平安 好啦 那大致上西岸的景點 就到這邊了 我們往東岸出發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要塞司令部 這邊啊就是以前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基隆就是曾經被日本殖民過嘛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日本的司令的指揮部 所以它的風格就是很日式建築 然後這個也是這次基隆城市博覽會 所開放出來的新的景點 這超日本建築的 很美耶 你看這都是木頭的 然後裡面的樣子 好漂亮喔 濃濃的日本味 這地方其實蠻值得拍照的 之外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了解基隆的歷史 這個地方也非常 好那我們準備要去 累了 休息了 然後這次我們就是要住海科館 它搭配的飯店 很期待吧 我們走吧 這是我們今天的住宿 我們現在準備要check in 海科館旁邊的住宿 然後它這一口酒還蠻幸運的 其中一個就是我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入住 然後順便來開箱這一間新的飯店 來帶大家看一看 那我們就準備一間房間囉 212號房 它這邊整這樣 這邊整這樣 準備來開箱啦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就是我們的房間 右手邊 就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沙發 嗨小米姐姐 然後門口的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的衣帽區 上面可以掛衣服 下面可以放行李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 飲水區 它又給兩個玻璃瓶 你可以到外面去穿一般的水 或是氣泡水 然後床的旁邊 就是我們的一般的辦公區 給一張Queen Size的床 那我覺得它蠻可惜的 就是它沒有陽台 那個窗戶也不能開 然後給了一個很大的電視 但是這個電視是固定的 你不能夠轉向沙發 再來看看我們的廁所 我最喜歡的乾濕分離 一般的洗手的泡泡 潤膚乳 洗髮精 潤濕 通通都在這邊 這就是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海科館 住宿的開箱 那我覺得它這間飯店 真的是超級新的 我最喜歡新飯店的 只是我們比較幸運 我們是抽到免費入住的票券 不然的話 它其實這一碗住宿還蠻貴的 一個晚上就要五六千塊 那我們免費住宿之外 它其實還有正 我們這些票都是免費的 兩人份 你有海科本館的展覽之外 最佔的是它還有那個智能海洋館 的門票兩張 可以讓我們住宿之外 我們也可以搭配海科館的行程去旅遊 我覺得蠻幸運的 嗯 然後呢 又辭求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知道 怎麼樣來住進這間飯店的話 我剛剛上網去看一下 它其實KK Day已經可以預訂 好了 我們現在早起 這裡真的是早上超美的 我們要去吃早餐啊 小美姐姐早 我幫他們去吃吃看 這間飯店的餐點到底如何 這個早餐很可以我喜歡 我們要走開了 榮軒飯店了 我們現在來到彩虹屋 那彩虹屋呢 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會在彩虹屋的對面拍攝 但是其實彩虹屋它這一排 我覺得也很適合走過來拍照 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應該是這兩三年來 基隆真的是超級超級火候的景點 跟我們去什麼 昨天什麼仙洞營 根本沒有人要去 這個真的是每個基隆人 大家來基隆 還有甚至會包留軟車來的 對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蠻奇妙的地方 但是它真的拍照真的很好看 因為非常的適分 對那現在我要帶大家來看的 就是八斗子秘境 那這個地方因為有展巢 跟退巢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是要看時間來 很多人來基隆玩水呢 他可能會去外木山 可能會去和平島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基隆在地的人 都會來八斗子秘境 他在退巢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巢箭袋 你就可以來這邊看看 我們海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個小小的地方走進來 那如果說他平時退巢的話 他其實這邊都是乾的 你就可以直接走到這種地方去玩水 現在是可以 但是現在是展巢 那這就是我們的八斗子秘境 這地方就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我覺得人比較不會有外木山那麼多 那大家喜歡我們這三天兩夜的行程嗎 其實一定很多基隆的人 或者是朋友會說 其實基隆還有很多地方 你們可以去啊 但是因為我這次時間真的太短了 我只能夠去選擇 我自己蠻想去還不錯的地方 而且人不要很多的地方去走一走太大 其實基隆除了我們今天去的這些景點之外 我們也有外木山海岸線可以去散散步 我們也有和平島公園可以去喝喝咖啡玩玩水 我們也有那個朝進智能博物館可以去看看 在水族館裡面的魚 然後朝進公園也可以去散步 然後去跟那個掃把 飛天掃把拍拍照 其實基隆真的太多太多地方好玩了 對那這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行程 你有喜歡哪個地方都可以在留言處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你除了這些行程之外 你有沒有喜歡更多其他推薦的地方 我覺得都還蠻歡迎大家一起來跟我分享的 那最後我們在這個影片 我們有抽獎活動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了 你最喜歡哪個地方也記得在我們的留言處跟我們分享囉 那在影片結束前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一起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還有你想要看我們去哪裡玩也歡迎在留言處分享囉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